小英武BB竟然和肌肤联动了 胡萝卜导弹车 热狗大炮 这兔这个小嘴红这个脸蛋 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雷达摊拳帽看着更逗 看包装不只是普通的摆件 好像每一款都会点才艺呢 拨多按钮旋转炮台 安东开关发射导弹 又猛又猛说的就是你吧 素风包装看着颜色好丰富啊 各种的小清新 说明书也是全彩的 看着也没什么难度啊 先把小英武BB拼出来 黑豆的 头盔像西瓜皮一样直接扣在了脑袋上 这个更好笑 后面还写的注意安全 哎 头顶上的贴线忘了 应该藏在了这些组件包裏 那就连同你的作家一起拼出来 按照颜色简单区分一下 两只BB坐镇正中间 说明书就位 开评 全部搞定 看着零件是飞多少 结果还是花了快一个小时 会飞的胡萝卜 还真是第一次见 后面的叶子像螺旋档一样 还真的有排气装置 侧衣也可以打开进行通风 机顶特地给小英武留了一个驾驶位 坐在上面还像模像样的 前面这个超大的机头 自然是他的命运武器了 按动后面的胡萝卜叶 听 couldnt 还好戴着 还好戴着安全帽 看这表情应该没啥大问题 没想到这么强 导弹车我们见识过了 再来瞧看看热股炮弹车的威力 组件明显比胡萝卜车多了不少 而且颜色 brigade更复杂了 不过这次我已经有经验了 老回去 去区分一下颜色 还好说明说 拼装完成 两只小鹦鹉和之前的造型一样 可这一次的热口做价 看上去就更酷了 这个粗壮的大炮台 一看就威力十足 就是可惜 不能真正的发射 拉动尾部 原本收缩的炮台 可以自动打开就位 但仅仅就只是就位 里面一发炮弹都没有 纯属瞎唬人用的 但是 弄可爱卖萌 咱可是从来没输过别人 小伙伴们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炮弹手动就位 发射胡萝卜